抛下绳索 船只缓缓靠岸 家板上载着两具冰冷遗体 黑鹰直升机失事两个多月 他们终于回家了 大批救难人员 小心翼翼的将遗体搬运上岸 要将他们先运回台东殡仪馆 等候法官进行DNA检验 还有其他遗体的迹象吗 目前好像没有 我们现在就是跟非安会 会共同做调查 调查那个失事的原因 再看看整个后续要怎么做处理 十二号中午十二点 空勤总队委外搜寻 黑鹰直升机的打捞作业 在兰嶼西南方三海里 水面下约一千多公尺的深海底 熏获黑鹰机体残骸 出动起重吊臂拉起后 发现两具遗体就在机场内 我想要看着那个大海 只要是我们在想念他 二月五号黑鹰直升机 执行病患后送任务 却疑似因为天后不佳 起飞三分钟后失联 机上搭载六人 包含正负驾驶 机工长 护理师 以及病患夫妇 而现在机体残骸巡获 舱内却只发现两具女性遗体 根据初步判断 可能就是护理师蔡毅敏 和病患妻子黄英兰 这次你们再来与 伤患后送的任务 非常辛苦 也牺牲了自己 你们的任务完成了 家属判了两个多月 终于等到亲人回来 虽然从此天人永格 不过也希望能好好的 送他们最后一程 现在也只希望能尽快将 另外四位同仁一起带回家 记者徐日露 苏宇欢 台东报道